GD素颜低调入伍 粉丝列队军营外向送GIGBANG成员记 DRAGON 今天以陆军身份到江源道新兵教育队报道 正是报效国家 他卸去粉丝熟悉的表演妆容 露出清秀素颜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完成身份登记 顺利报道 他服役的陆军第三师团白骨部队 是韩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步兵师团之一 因为外号是白骨部队 军中的口号也是白骨 南京周元与池昌旭都在此服役 池昌旭目前已转调其他单位 而周元则升任助教 届时士兵与GD碰面 GD将在此接受新兵训练后 在以一般军人身份开始服役 他先前透过经纪公司EK表示 为了避免场面混乱 将不举办任何活动 也不接受访问 低调安静的入伍 即便如此 因为他的巨星身份 一早就有大批粉丝顶着低温在军营外列队守候 各家韩媒也都到齐 捕捉他戴着毛帽和口罩的画面 GD的爸妈也到场送儿子入伍 粉丝不在意 GD未停留脚步 依旧放声大喊 欧巴我会等你回来 真的来电 全炫茂任爱名模韩慧珍 韩国男星全炫茂27日被爆 与一起录我独自生活的名模韩慧珍陷入热恋 经纪公司向他求证后大放承认 两人成为节目首组CP 根据The Fact报道 全炫茂和韩慧珍近期在江南一带甜蜜约会 全炫茂工作忙碌 依旧抽空与女友见面 两人在路上同行不必会放闪 完全就是恋爱中的模样 就连晚上用餐时 目光也都舍不得从彼此身上挪开 不过他们认爱后 随即被发现两人约会时 竟为停在残障车位 全炫茂赶紧道歉 强调未来不会再犯GD素颜低调入伍 粉丝列队军营外向宋 Big Bang成员G Dragon 今天以陆军身份到江源道新兵教育队报道 正式报效国家 他卸去粉丝熟悉的表演装容 露出清秀素颜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完成身份登记 顺利报道 他服役的陆军第三师团白骨部队 是韩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步兵师团之一 因为外号是白骨部队 军中的口号也是白骨 南京周元与池昌旭都在此服役 池昌旭目前已转调其他单位 而周元则升任助教 届时士兵与GD碰面 GD将在此接受新兵训练后 再以一般军人身份开始服役 他先前透过经纪公司EK表示 为了避免场面混乱 将不举办任何活动 也不接受访问 低调安静的入伍 即便如此 因为他的巨星身份 一早就有大批粉丝 顶着低温在军营外列队守候 各家韩媒也都到齐 捕捉他戴着毛帽和口罩的画面 GD的爸妈也到场送儿子入伍 粉丝不在意 GD未停留脚步 依旧放声大喊 欧巴我会等你回来 真的来电 全炫茂任爱名模韩慧珍 韩国男星全炫茂27日被爆 与一起录我独自生活的 名模韩慧珍陷入热恋 经纪公司向他求证后大放承认 两人成为节目首组CP 根据The Fact报道 全炫茂和韩慧珍近期在江南一带甜蜜约会 全炫茂工作忙碌 依旧抽空与女友见面 两人在路上同行不必会放闪 完全就是恋爱中的模样 就连晚上用餐时 目光也都舍不得从彼此身上挪开 不过他们认爱后随即被发现两人约会时 竟为停在残障车位 全炫茂赶紧道歉 强调未来不会再犯GD素颜 低调入伍 粉丝列队军营外相宋 Big Bang成员 GDragon今天以陆军身份到江原道新兵教育队报道 正式报效国家 他卸去粉丝熟悉的表演装容 露出清秀素颜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完成身份登记 顺利报道 他服役的陆军第三师团白骨部队 是韩国陆军历史最悠久的步兵师团之一 因为外号是白骨部队 军中的口号也是白骨 南兴周元与池昌旭都在此服役 池昌旭目前已转调其他单位 而周元则升任助教 届时士病与GD碰面 GD将在此接受新兵训练后 再以一般军人身份开始服役 他先前透过经纪公司EK表示 为了避免场面混乱 将不举办任何活动 也不接受访问 低调安静的入伍 即便如此 因为他的巨星身份 一早就有大批粉丝顶着低温 在军营外列队守候 各家韩媒也都到齐 捕捉他戴着毛帽和口罩的画面 GD的爸妈也到场送儿子入伍 粉丝不在意 GD未停留脚步 依旧放声大喊 欧巴我会等你回来 真的来电 全炫茂任爱名模 韩慧珍 韩国男星全炫茂27日被爆 与一起录我独自生活的名模 韩慧珍陷入热恋 经纪公司向他求证后大放承认 两人成为节目首组CP 根据The Fact报道 全炫茂和韩慧珍近期在江南一带甜蜜约会 全炫茂工作忙碌 依旧抽空与女友见面 两人在路上同行不必会放闪 完全就是恋爱中的模样 就连晚上用餐时目光也都舍不得从彼此身上挪开 不过他们认爱后随即被发现两人约会时 竟为停在残障车位 全炫茂赶紧道歉 强调未来不会再犯